好 首先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健先生 欢迎 你好 一位是本台科医评论员苏晓辉女士 欢迎 你好 那么在21号呢 拜登突然宣布要退选 这可以说是在50年来美国这样的一个大选历史上 首次由美国总统呢 宣布要退出连任这样一个竞选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宣布 白宫方面说了和这个拜登的健康状况无关 那有哪些可能的因素 我看到这次拜登终于宣布退选 我觉得主要是有两个背景 一个是我们知道近一段时间以来 可以说拜登和民主党的选行呢 接连遭遇打击 首先是表现糟糕的总统辩论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 特朗普的这个遇到枪击事件 这两个事情呢应该说一定程度上 把拜登呢逼到了墙角 但是从拜登此前的表现来看呢 他还是一直要坚持参选 因为我想对他来说可能主要考虑几个因素 第一个呢如果他还能够继续坚持 那至少能够避免短期内啊 这个民主党由于林郑换帅 导致他的支持率出现这个大的下降 还有一个呢其实他是需要尽量地去避免 所谓民主党内部的分裂 如果拜登现在要退选 那毫无疑问民主党呢得重新选出一位 这个候选人 那这样一来我们知道可能会触动啊 民主党内部本来就已经非常复杂的这种派系矛盾 但是最终呢我想促使他还是做出退选的这个原因呢 一是其实在他这个竞选辩论表现糟糕以后 民主党内部呢一直是希望拜登能够抓住另一次机会 有所表现 然后这样的话有所补救 但我们看到其实这次啊本来有一个第二次的辩论 但是由于他现在有感染了这个新冠 所以就缺席 所以应该说短期内其实拜登已经失去了 让他的这个所谓形象啊 重新恢复的这样一个机会 还有一个呢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个时间节点 因为8月19号民主党要开全国代表大会 他要在这个全国代表大会最终决定 谁来代表民主党参选 所以还有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他再不退 而到如果随着这个时间临近 而不得不退的时候呢 我想显然会给民主党内部啊 最终敲定这个总统候选人带来非常大的困扰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 我们看到最近民主党的一些重量级人士啊 开始纷纷的透露出这样的一个景象 就是还是希望拜登能够退选 而且我们看到就在他做出退选决定之前 已经有接近40位的这个民主党的议员 已经公开表态是希望他退选 实际上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再持续下去的话 民主党内部的分裂 激烈的这种派系斗争的已经很难避免 所以这样一种情况下 我觉得拜登可能权衡来权衡去 我们看到美国方面的消息是说 他在看了大量的最近的一些 关于对民主党和他本人的一些知识的数据啊 包括一些舆论的最终做出了退选的决定 我想他可能从个人原因也好 从所谓的党派利益考虑也好 这是他做出决定的主要原因 那就在拜登宣布退选的同时 几乎是在说要全力支持副总统哈里斯 来代表民主党参选 那这过程当中我们看到 包括虽然刚才也说了 本身民主党内部存在一些分离的一些身影 而且投票的这个集中也不一样 那现在这种情况之下 虽然说拜登说全力支持哈里斯 那他要如果真正的代表民主党去参选的话 现在临时换人还有哪些障碍 首先我们要看到一个现实 那就是对于拜登对哈里斯的支持 并不会让哈里斯直接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那么此前呢 在民主党的出选阶段 大家都会看到 拜登呢还是有压倒性的优势的 他是获得了3900名民主党代表的这种支持承诺 所以现在呢当拜登退选之后 这些支持者就变成了自由选票 那么如果民主党内部不能够形成团结 针对哈里斯呢 无法有这种更多的这种共同的支持 那在下一阶段 确定这个提名人选的过程 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 会有极大的变数 而同时呢 涉及到哈里斯他的不利的因素 很多人呢都提出 现在在民主党内部 恰恰这种分裂缺乏共识 体现在民主党的一些重要的人物 尚未发声对哈里斯来表达他们的支持 而其中呢也包括前中院议长佩洛西 他的这种表态呢 应该说会对未来民主党内 人选的这种提名 最终的确定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所以呢现在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而同时呢很多人也在说 在美国出现一个女性的总统 从现在来看呢是有可能性 但是呢可能性并不是极大 所以这都是哈里斯现在所面临的 一系列的挑战的因素 但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 他也面临着一些有利的因素 比如说拜登对哈里斯来表示支持 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立场 而另外呢涉及到竞选 资金经费的问题 那么此前呢哈里斯和拜登 其实呢是应该说叫搭档来进行竞选 那么之前收到的这个竞选的经费 到今年6月份已经达到了9100万美元 这个经费呢当拜登退选之后 转到哈里斯名下是比较容易的 在程序上没有什么障碍 如果转向其他的潜在的候选人 是要通过一定的程序 要走手续的 是比较麻烦 是要耗费时间的 那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 民主党人非常看重的是 哈里斯他作为少数族裔 女性的这个身份 认为呢他是可能会吸引 特定群体的选民 而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 共和党人看到这个拜登 要求哈里斯接棒 也认为呢这带给共和党的 并不是全面的这种利好的因素 而是不确定性 认为呢正是因为哈里斯这个特点 有可能会使选情出现一些变化 也表达了担心 那么最后我们也会看到 对于哈里斯 他的这种所谓的有利因素 现在呢在民主党内 很多人呢即使有意来这个问鼎总统 但是在当前的这个时间节点上 恐怕呢很多人考虑到的是 仓促上阵来这个接盘 可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对于自己未来的政治前景 会造成影响 所以有更多的步履 这确实像小费所说的 现在对于民主党来说 时间已经不多了 那这个特朗普方面也表态说 现在他的团队正在准备 与哈里斯进行这样一个 大选的这种一个争夺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整体来说 民主党方面的变化 相应的这样一个大选的变数 对于特朗普的团队和共和党来说 会有哪些变数的可能性 我们看到在拜登宣布退选 第一时间 特朗普就做出了表态 他应该说表现出更自信 认为这个相对拜登来说 哈里斯更容易被击败 但是同时呢 我觉得其实这样一个变化 这个尤其是哈里斯 由负转阵 对民主党来说呢 是一个林正换帅 有不利的因素 但是对共和党来说 其实也会带来一些 这个比较微妙的影响 你比如说 此前特朗普团队 他的所有的总统局权的设计 他都是针对拜登和特朗普的这个竞争 但现在呢换了一个对手 方案就要变 对换了一个对手 就要看短期内 他的团队啊 能不能针对哈里斯 针对目前民主党内部的这种状况啊 再做出一套更有针对性的这个竞争方案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还有一个呢就是 特朗普啊 能不能继续利用 他现在已经掌握的优势 比如说刚才小慧讲到的 他的这个资金方面 看上去比这个哈里斯呢 要更充裕 还有一个呢 现在应该说 他要尽快地去利用 接下来如果民主党内部啊 围绕这个候选人 如果出现更多的矛盾和竞争 去看特朗普能不能利用这个东西啊 来进一步 在支持者 在民主党中啊 去打击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形象 当然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可能对特朗普来说 他需要掌握一个平衡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哈里斯刚才小慧讲 少数主义 然后女性这个形象 他呢应该说 对于巩固民主党的 传统的支持者和选票来说 是很有利的 当然对于他要进一步向外拓展 尤其是要吸引这个 比如说白人阶层 可能就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呢 我觉得特朗普 可能需要找到的平衡就是 他不能把这个东西 作为一个主要的攻击方向 因为这样一来 有可能会引起反弹 甚至如果他想要利用 民主党内部的矛盾 来制造更多的优势 但是如果反过来 倒逼民主党内部 迅速形成一种团结 然后推出一个 大多数人接受的 这样一个新的候选人的话 我觉得反而有可能 会对特朗普和他 反正造成不利的影响 我们看到就在这样 拜登宣布退选的 几乎是同时 美国媒体说了 乌克兰可能会面临 最坏的情况 那美国的选情变化 将如何影响到 俄乌冲突呢 来看相关的内容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后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扎哈罗瓦发表评论称 俄方不干涉美国选举 也不会干涉美国内部事务 乌克兰总统 斯林斯基表示 尊重拜登艰难而坚定的决定 同时感谢其在俄乌冲突中 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 此前 斯林斯基19号 与特朗普进行通话 特朗普在是否支持 继续援助乌克兰的关键问题上 未知一词 只表明将结束冲突 特朗普此前曾表示 如果他在今年11月5号的 美国大选中获胜 他将在明年1月 就之前结束俄乌冲突 另据美联社报道 当地时间19号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沙利文在阿斯坦安全论坛上表示 美国或重新考虑 允许乌军使用美国武器 深入打击俄罗斯领土的立场 但目前尚未做出调整 俄外交部对此表示 应现实看待特朗普所称 能快速结束俄乌冲突的竞选说辞 美国有线电视新网还指出 拜登退选可能会让乌克兰 面临的最坏情况成为现实 也就是美国可能停止对乌援助 欧洲也会削减相应援助 那我们持续关注的 这样一个全球焦点之一的 俄乌冲突 其实特朗普在精选期间 经常或多次在谈论说 如果他当选的话 一天之内能够解决 这样一个国际难题 那面对现在这种选情 美国选情的变化 接下来俄乌双方 会做什么样的调整和考量 首先大家会看到 俄罗斯更多的是在观望 当然观察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 对于原物的后进 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那乌克兰方面也非常担心 一旦特朗普胜选 可能会带来的一系列变化 所以现在乌克兰总统 泽远斯基已经在做出 一系列的动作 包括与美国方面进行接触 我们此前观察到的是 他与特朗普进行了通话 而泽远斯基在接受 BBC采访的时候 也明确地表示 乌克兰是愿意与 美国的任何执政者 来进行合作 当然从美国的角度来说 您刚才也提到 特朗普强调 他如果当选的话 会迅速解决乌克兰危机 这样的一种表态 反映出的是 特朗普本人 对于美国的队伍军援 以及美国的对外军事和战略 他的一种个人的理解 同时也反映出的是 现在对于美国来说 未来如何来进行 战略方面的调整 可能会随着选情的变化 最终选举的结果的出现 可能会出现 一系列的后续的影响 那么现在美国国内 比较担心的是 当特朗普决议要结束俄乌冲突 尤其是在对乌军援方面 可能会进行这种 重大的政策转变的时候 那么如果美国没有做好准备 可能会出现的是 类似于阿富汗亏退 这种手忙脚乱 对于美国的全球战略的布局 对于美式霸权 当将产生一种损害的作用 而另外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说 泽列斯基在接触的过程当中 某种程度也希望 潜在的候选人 最终的胜出者 能够更多地了解 乌克兰方面的想法 了解当前乌克兰危机的发展态势 所以在与特朗普通话的过程当中 表面上来看 他似乎也在回应 特朗普希望迅速谈判 结束冲突这样的一个表态 但是更深层次的是 他希望影响美方 了解当前俄乌冲突发展的态势 希望特朗普本人 能够认识到美国对乌军援 所发挥的作用 那么同时他也考虑到的是 未来与美方在进行沟通的过程当中 更多的是强调 俄乌战场的态势 与美方的军援是直接相关的 希望美国保持原乌的后进 仍然在试图倒逼美国 在这个原乌的问题上 能有更多的可持续性 这样我们前面片子里面也说到了 美媒认为可能对于乌克兰来说 最坏的情况就是 像特朗普曾经提过 要停止对于乌克兰的这种军援 但就在19号 美国政府却表态说 正在考虑或者叫重新考虑 放宽对于乌克兰使用美制武器 跨境打击沟通斯领土的 这样一个决定 那么这个时候拜登政府 作为这样一个表述 是什么意思 我们看到其实随着 美国国内选情的展开 乌克兰其实已经不同程度地 成为了民主共和两党首都一张牌 只不过由于民主共和两党 他们现在这个在位的情况不一样 而且民主党呢 他一开始就走上了这个所谓 缘无抗额的这样一个方向 所以对于拜登政府来说 他更多的是打援助牌 但对于特朗普来说 他是打和平牌 因为只有这样的话 才会把这个选情 或者说把这个乌克兰危机的 这个事态捆绑在一起 然后尽量朝着 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去塑造 那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 是否允许援助乌克兰武器 扩大打击范围 包括针对俄罗斯竞争目标 这个问题在美国呢 实际上是一直处于一个 模棱两可的这样一个状态 此前呢尽管有一些欧洲国家 想要劝说美国 说你就放开 这样的话能够体现出西方 对乌克兰更大力度的援助和支持 但是我觉得拜登政府实际上 一直在等这么一个时间 就是说他要 一定要把这个牌啊 要用到这个Dollar上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毫无疑问 对拜登方面 对民众方面的时候 选情呢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打出这个援助牌 包括沙利文方法说 可以扩大打击范围 实际上一定程度上 可以利用这个 所谓乌克兰危机这个事情 利用援助乌克兰 来影响到这个 美国国内民意的 这样一些变化 因为毕竟到目前为止 这个要继续支持 和援助乌克兰 在美国国内的民意中 还是一个相对多数 所以我想这就是 他的一个主要的考虑 有可能成为 这个民主党获胜的 一个强心计 那另外我们看到 其实在这个援武的 整个过程当中 美国可能是扮演着 领头羊的角色 那接下来这样的选情变化 对于欧洲 在未来军援 乌克兰的话 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影响 毫无疑问 美国国内选情的变化 是直接影响到欧洲 尤其是 其实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乌克兰的问题 而是影响到欧洲 对资深今后 比如说 所谓的跨调墙关系 会不会出现大的变化 因为我们知道 毕竟在特朗普的 第一个任期 欧美关系呢 可以说是让欧洲人 是这个 非常的痛苦 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就联系到眼前 其实对欧洲来说 我觉得如果 选情进一步变化 尤其是朝着这个 独立于民主党的方向 去变化的话 欧洲呢 不得不做两手准备 一个准备呢 就是在原物的问题上呢 他们希望把眼前 到一些短期的 这个零性的援助呢 尽量转化一些 长期的这个系统性的援助 我们看到 其实从最近一段时间来说 无论是欧洲国家 还是北约 都在往这个方向去做 换句话说呢 他们是想尽量去减少 如果一旦 这个美国国内的政治 发生变化 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以后 去搞他那一套 对乌克兰国籍的政策的话 那欧洲呢 要把这个 可能带来的冲击 就是对他们当前的政策 带来的影响和冲击 给它限制到最小 还有一个呢 就是对欧洲来说呢 他实际上还是希望 尽量去对共和党 和特朗普做工作 我们看到其实 就在这次 共和党的国内大会 全国大会 已经有多位的欧洲政要 去参加 所以他们现在实际上 也是希望两头下注 这样的话 能确保欧洲啊 在乌克兰危机的 未来演变中呢 能保持一个相对有利的地理 那另外我们看到 前两天其实讨论这个问题 拜登政府出台说 在2026年 将在德国优先于其他 欧洲国家 部署远程打击的武器 那这样来看的话 拜登政府对于俄罗斯 这样对抗 在接下来这个任期 还没有结束的这个阶段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总体的判断 拜登政府呢 并不想长远布局 而是呢 希望更多的做交易 说到长远布局 此前北约峰会 那么美国更多强调的是 俄乌冲突 对于北约的强心针的作用 但是呢 对于美国如何 在当前的冲突当中 寻找退路 并没有给出一个方案 也没有给出 如何来影响 俄乌变局的一个 基本的方案 所以这个时候呢 说到交易 美国更多强调的是 希望北约的盟友 能够帮助美国 在亚太地区进行布局 同时呢 以保护欧洲盟友 作为一种安全方面的交换 所以美德之间当前的合作 并不是说 德国的金牛座系统 它的性能不好 其实相比于风暴之营等 金牛座 它的口碑还是不错的 但是美国更多强调的是 美国所提供的 这种远程的打击能力 优于金牛座 可以从不同的平台发射 以这样的一种方式 把欧洲盟友 推到冲突的前台 另外关注的就是 在拜登宣布 退选的这过程当中啊 以色列方面 内塔尼亚胡呢 依然要按原计划 访问美国 来看相关内容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将于当地时间22号上午 7成前往美国访问 并于23号下午 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 以色列媒体称 袈裟停火问题 将成为此次 美以领导人会晤讨论的重点 除了会见拜登 内塔尼亚胡预计 还将会见正在争取 并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目前还不清楚 内塔尼亚胡此行 是否会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会面 美联社用走政治钢丝 来形容内塔尼亚胡此行 在内塔尼亚胡访美期间 以色列司法部长莱文 将担任以色列临时代理总理 外交部长卡斯将被授权在必要时 召集政府安全内阁会议 访美前 内塔尼亚胡18号突访 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 视察驻该地乙军部队 这是自乙军5月夺取拉法以来 内塔尼亚胡首次访问该地区 内塔尼亚胡称拉法为 哈马斯的烟湖地带 乙军在拉法对哈马斯的军事压力 有助于推进停火协议的达成 那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 内塔尼亚胡坚持要去美国 按原计划拜访 他想干什么 我们知道美国国内选举的变化 其实上也牵动着 霸与从头的走向 这次我觉得内塔尼亚胡 要坚持去见拜登 我想首先还是一种 所谓礼仪上的考虑 因为毕竟他退选了 退选这个情况下 尽管我们知道民主党在传统上 他是不太支持以色列的 但是毕竟我觉得 对拜登政府来说 最后还是采取了 目前这样一个 对以色列的政策 我想对内塔尼亚胡来说 他是希望借这个访问 希望能够进一步促进 继续支持以色列 能够成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 一个共识 而且也不排除 他可能是借着见拜登之名 说不定也可以去 顺道拜访下特朗普 这样实际上也是一种 两头下注的做法 另外美国媒体对于 内塔尼亚胡这次行程说 有可能是政治走钢思想会 怎么看 其实美国媒体关注到的是 当美国国内选情出现变化 尤其是拜登已经宣布 退选的这样的一种情境之下 内塔尼亚胡仍然要坚持访问 认为可能他会左右为难 但是总体的一个判断 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 这一次的行程 更多的是有恃无恐 因为当美国国内 政治出现变化的时候 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 两党都会争取 对以色列进行支持的力量 这对于选情来说 是重要的选票 所以当前在巴以冲突延续之时 内塔尼亚胡一方面 需要照顾到的是 国内极优异的需要 而另外一方面 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行程 来获得美国方面的 更多的支持 尤其是在当前 民主党政府执政的 这种背景之下 希望对于以色列 在限制的方面 进一步的放松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 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 观众朋友们再会